在我们人类眼中这是拖鞋 而在狗狗的眼中这是他们的专属枕头 还是熟悉的拖鞋 还是熟悉的味道 你是舒服了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天天只穿一只鞋子的感受啊 这位同学 你的出生一定有故事吧 是不是今天第一气鬼神啊 连滚带爬就来到了人世间 要不然你父母咋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呢 真先滚了 在酒店走廊转了好几圈了 还没有找到我的房间在哪 为什么酒店房间直接跳过317号房了 是瞧不起我吗 大哥 可能是想让你睡走廊吧 这人一倒霉吧 就像上面这哥们一样 这是喝凉水度结合呀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不说喝凉水度塞牙 我要让你们知道 喝凉水吃了塞牙 还能解渴呢 瞧眼啊 刚刚说倒霉我就发现啊 人有时候倒霉起来 那真的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呢 你喝东西往身上滴 吃食物往身上溅 水比油不小心就往身上化 走到哪里都容易踏到灰 别人手上脏 却偏要往你的身上蹭 如果在一天之内频繁遇到这些事情 那你今天可能是穿了白衬衫 能拿到赞助的节目组 现在还能顺便打个洗衣衣的广告呢 那我们就算了吧 要不你们来福 看他愿不愿意去帮你洗衣服吧 我家来福呢 去哪里 快出来洗衣服来 主约 是你啊 你好啊 我没偷吃 真的 来 握手 给我握手 另一只爪爪 我是要你握手 不是给你吃手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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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